我怎么买大件 其实那钱都一般都存在我的卡 你存了钱将来你的大目标是什么 买房 买房子 如果没钱了怎么办 如果没钱就累进苦要带 省政电话 然后我就把那钱放银行里 收利息 你买房子 我之前也一直想存钱买房 但是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资格 一个一个在小地方买一个 你不是想买你居住的城市 我想小地方买一个 然后大城市买一个 就是生活节奏慢的地方 买一个大房子 可以跟家人一起住一起过年 环境比较舒适 然后也比较慢节奏 然后大城市可能买的房子 就是偏向于不是一家人住的 是我个人住的 这个你就得早做打算 因为再要那一家交社保 就是没有你现在交啊 慢慢就是做好准备啊 来得及啊 之前在微博上喊话说 你要当老板嘛 而且就是要签年轻人嘛 对吧 杨总现在我们有新人 歌手黄景玉 以他的形象 和他目前在圈里面 大家对他认知 你觉得他第一首歌 应该走什么风格和类型 儿歌吧 儿歌吧 什么 儿歌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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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这样子就是很受小朋友喜欢 啊真的吗 对小朋友应该会很想要一个这么强壮的哥哥 如果被欺负了就会找这样的哥哥来帮忙 哎呦这是一个奇招哎 那你要想我每天唱着歌的话可能很难帮你有增加收入吗 没有啊 就是我们是先长远打算 就是你就经常就是给这些小孩洗腻 嗯 确实不是一样 让他们记住你 对记住你 然后等他们长大了之后 你说不得 那是他们的童年 这位歌手恭喜你 你可能20年后能赚钱呢 对你20年以后就会很棒 因为那些小孩说这个歌手 我从小听他的歌长大了 要不要签这只是老板 好 那这 我是一条 金鱼 哈哈哈哈 哟哟哟哟哟 哈哈哈哈 这个歌我以前没有很认真的了解过 后来我经常 可能我跑长途的时候在车上听那些歌单里的歌 就说哎这首歌不错 一打开看 汪佳汪佳汪佳我就很惊讶你知道吗 我就是特别惊讶 我说这是我认识的 而且是那种英文歌 我当时也感觉特别厉害 谢谢 我希望以后可以一起跟你唱 我是一条小鲸鱼 然后你唱的像 Blu Blu什么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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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有这首歌吗 没有 没有 但是我觉得很好听 杨总想不想投资一下 就很心动了 已经很心动了 我觉得 就是一位作词一位唱 你会希望成为女强人吗 我觉得有吧 我这个人是个想法特别多的 可能一天我已经想了很多个事业了 贴膜呀财尔 对就缺一个比较会规划细节的人 跟着我一起去做这件大事 很需要我们这些专业的一些团队 很有伤机头脑 超越好像那个想法 还有点小孩子气啊 但其实他已经被人捕捉到了 他女企业家的特质 因为发现了他拍照的时候特别愿意 来女企业家的pose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女企业家pose 激紧 我的天哪 你真的很快做这个 真的都是左脸 对对对 其实呢为了我们节目 有更加丰富的画面 杨超越同学还解锁了一些其他的 女企业家的pose 但是呢他将要教另外两位 在拍照方面非常好学 你们之间有聊过这件事情吗 有聊过吧 就是说以后大家还能不能集企业什么的 那可能我觉得每个公司的工作安排什么的可能能剧 但是不一定会那么齐可能 对 就是我们走到那哗啦啦一大群叽叽喳喳的感觉就很有气势 然后哪天我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就 嗯 就是有点安静感觉 我们播出的时候火箭少女101已经解散一周了 火箭少女101已经解散一周了 火箭少女一定想说要再见 回来几座之下 你现在在回想起来在成团的这段时间里面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是撒哈拉的时候吧 因为那时候感觉就见过大家最狼狈的样子 快接近原始人了 就是吃的东西啊就是用沙子刷碗 然后掉在土地上的食物 然后还会捡起来吃 对 然后也不讲就走到哪儿 坐到哪儿什么 对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做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一起踏过那么有意义的地方吧 如果今天的杨超越重回创一的那个时候 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 没那么完美 但我觉得是我最宝贵的一段时间 祝贺杨超越成为第三名 各位老师好 我叫杨超越 今年19岁 今年算是女团的一个选秀的一个大年 会有危机感吗 这个圈子本来就都会源源不断的从各个地方进来信任 然后我们现在也一个团体也面临就是说 基本上就快毕业了 那我们就是个体艺人了 个体艺人其实 不仅仅是要跟那些新进来圈子的人做比较 那可能是一些原来这个圈子的人也会做比较 但是我觉得不会去盯着谁 就是说我要跟这个人比我要比这个人好 更多的是看到别人身上的一些努力 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 你觉得你现在算是迷茫期还是更清晰了 半迷茫半清晰吧 可能 清晰的是我知道我接下来大概会是做什么 迷茫的是我不知道去该怎么去做好它 看到路但是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更稳 对怎么走的更稳 她原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 就是跟她聊天是特别有趣的 但今天的她我觉得在有趣之外 她真的是多了一些阅历和成熟 虽然你今天的样子 是我历次见你最可爱的一次 两个小便最可爱的一次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心里几脚有敌了 对至少可能会有一些作品 然后让大家觉得 你这个人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什么都不会吧 因为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那你自己有想好将来主攻哪方面吗 我是想要去演戏吧 音乐可能会唱一些自己的OSP这样的 对舞蹈就如果有什么晚会需要的话 那会可能会想要排练一下吧 嗯 所以两位有没有什么祝福 要送给我们的小妹妹 哎 反正这条路吧我也在摸索 但是我能给你一点点建议就是争议会很多 但是努力是一定会有回报的 只要你拍的够辛苦 只要你拍的够认真 你够用心 当然肯定会有人不认可嘛 那我们可以尽量让足够多的人认可 我可以接受一部分不认可我的人 但是这是我努力的结果 嗯 我也现在目前为止是少年的阶段 虽然就快结束了 但是呃我们有些时候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我们自己要最后的决定 一定要相信自己 嗯 拜托冰箱算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个个人综艺 对 那我们就约定 希望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可以来我的节目做客 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见证一个小女孩的成长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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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祝福火箭少女 一零一之后的杨超越 把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继续夯实 然后呃 以他很坚韧的个性 然后和很可爱的性格 然后能够完成自己的人生的幸福的目标 变得更加的快乐 好不好祝福他 所以超越你的料理诉求是什么 哎 最近就买房吗 买房吗 哈哈哈 我料理诉求要个房 然后就想吃一些比较华贵一点的 华贵 哦 因为最近钱都花在买房上 所以来我们这吃贵的是吗 对 但是你别忘了食材也是你自己冰箱里的 哈哈哈哈 哈哈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节目组说就是用到牛排 但别用你冰箱里 也可以用也可以用我再买房 哎哟哟有有有大倩 杨总大倩 好 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六位厨师来把你们的料理创意打到大屏上 贵气高级的料理厨师们来帮你搞定 而我呢给你一个高级的小酒 好运竹叶清酒 希望呢 他给你带来快乐 因为这个酒只给我喜欢的人 只给我喜欢的人 只给我喜欢的人 希望你喜欢 我也给你好吧 你也是我喜欢的人 给你